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一起 透过神的话语 来经历祂的大能 愿上帝透过祂的话语 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祂 约伯记第九章一到十节 约伯回答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 怎能成为义呢 若愿意与祂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祂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而得横通呢 祂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 山病不知觉 祂使地震动离奇本位 抵得柱子就摇汗 祂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有封闭众星 祂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祂造北斗 身兴 卯兴 并南方的秘工 祂行大事不可测舵 行骑士不可生疏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了约伯他在约伯记当中 约伯他不但经历了极大的试炼和苦难 而且甚至就是遭受到他的亲密的朋友 连接二连三的控告跟攻击 我想对我们来说 遇到很多的苦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又遇到了这些最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平时跟你站在一起跟你很好的这些朋友 他们好像应该要来支持你 要来肯定你 反而好像落井下石 但是我想在这一连串的苦难 他开始让约伯开始承认神是公义的 我想这就是好像是透过苦难 神让约伯开始去认识自己 也透过苦难来认识神 第一节今天的经文说 约伯回答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呢 神好像透过约伯他的朋友来攻击他 当他心里面非常的受挫折的时候 他开始安静下来 然后来回应 回应他的朋友 我想也是回应他自己内心当中许多的这些疑问 所以当他开始沉淀下来的时候 他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开始看见唯有神是公义的神 虽然自己不觉得自己有做错 但是也开始看见自己在生命当中 还有许多的问题 还有许多的这些想法 还有许多的这些软弱 是需要去被对付的 我想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约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神在约伯身上 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就是透过苦难 把一个谦卑的生命 制作在约伯的身上 神透过苦难 透过人的这些攻击 把这个谦卑的生命 制作在约伯的身上 一样的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 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 好像我们在一些患难当中 朋友还来落井下石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生气 很愤怒 很沮丧 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 好像神把一个谦卑 就制作在我们的里面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在真言十八章第十二节说 败坏已先 人心骄傲 尊荣已前 必有谦卑 在真言二十二章第四节又说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有富有尊荣 生命为赏识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谦卑是 神要来祝福我们的管道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这些患难的时候 遇到了这些痛苦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或多或少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些挫折 也遇到很多的失败 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像约伯 那么悲惨 损失那么大 这么痛苦 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 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自己觉得 非常的难以去面对 我们可能会抱怨 我们可能会沮丧 但是今天我们透过经文 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也要认识神 神祂在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就是要将那个谦卑的生命 制作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亲爱的家人 如果你现在正遇到一些苦难 我们停止抱怨 我们不要被这些环境打击 而受到挫折 而一蹶不振 起来我们相信 神祂正在把一个谦卑的生命 制作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个谦卑的生命 是我们来经历神的一个管道 上帝透过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 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来祝福我们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看见了 神祂兴起苦难 在我们看见 或许是苦难 但是却有神的美好的旨意跟计划 所以在约博他 遭遇了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开始看见神的主权 看见神的作为 他看见神是伟大的造物主 神他有主权来决定 人的遭遇和人的未来 而且神不需要满足我们的感觉 神做事也不需要获得我们的认同 有时候我们有主观觉得说 神应该要这样 神应该要那样 或者是我们被教导很多 关于慈爱的天父 伟大的神 祂会怎么样的来带我们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很主观的去分辨说 这是神的作为 或这不是神的作为 但是神是伟大的神 所以当约博经历苦难的时候 他开始去看见神的主权 他也开始去认识到这一位 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 他有主权来决定一切 包括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未来 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有计划的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神好像透过苦难 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 也让我们开始在这些苦难当中 来承认神的主权 所以感谢神 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神是如何的 让他们看见神 经历神 并且认识神呢 大卫在诗篇29篇第10节 这边说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大卫对神的认识 大卫认识神 明白神的心意 大卫好像是跟神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大卫他自己 在诗篇当中告白说 在他认识的神 并不是在他安逸当中 来开启他 或者是让他一切都 顺利的时候来祝福他 反而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认识了神 因为他知道 神是在掌管万有的神 在洪水患难的时候 神仍然坐者为王 神仍然在掌权 神仍然在动工 所以每一个神的仆人 他们经历到这个苦难或破碎 生命的制作之后 他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 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 有一个我们很欣赏的保罗 他也是一样的经历到 很大的破碎 经历到很大的这个翻转 过去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法利赛人 他很卓越 他是一个教导律法的人 他是一个拉比 他非常的卓越 而且他在他的工作事业 在他的宗教的服事上面 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后来他遇见神 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当他认识神的时候 他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 在菲利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经历神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我们经历神以后 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反而保罗经历神了之后 他经历很大的苦难 但这些苦难 让他看见说 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最宝贵 最重要的 我们也愿神透过环境 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 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他 来经历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虽然兴起了一些苦难 但是天父 求你透过这些苦难 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透过苦难 更认识你 更多的聆听你的声音 更明白你的旨意 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